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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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成面团 和好的面团 让它醒面 在醒面的同时 可以准备 我们所要用到的配料 首先 我们先将蛋煮熟 然后把它去壳 切成两半 留下蛋黄 再把蛋黄捣碎 再准备香菇 把香菇泡水泡软以后 切成碎 备用 枸杞泡水 沥干备用 碧米笋先汆烫过 剁碎备用 形好的面 我们把它揉成面条 然后呢 再把它切成 筷状 用擀面棍把它擀成面皮 擀好的面皮 先在对角的地方 把它捏起来 然后 在另外一个对角 对边的地方 我们再把它捏起来 成一朵小花状 这样就有四个格子了 四个格子 就放入我们 准备好的四种材料 当全部都准备好了 我们就可以放入蒸笼里面 蒸约15分钟 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就可以把它拿出来